也可以 哦 我知道了 就是你那个框框 那个QR Code要在框框里面 你不能在它外面 对 这样子就有啦 有啊 这样就有啊 你就点一下上面的连接就可以了 对对对 因为它是靠那三个当作定位点 所以如果这三个就是回字型 放在那个框线外面的话 就会少不到 那所以就是有时候可能要拉远一点点 才行 这样子 好 那假设都扫到 如果没有扫到 还是请左邻右舍帮忙一下 好 那如果有的话 现在大家应该会看到一个 就是他想要问你想要 就是有想到什么 想要发问的那个界面嘛 就是提出问题那个界面 那也可以先练习一下 就是说 号比上说 我不知道现在应该讲这个午安 还是之类的啦 反正就可以打个招呼啊之类 那这样的话你就会看到说 你不管留言写什么 他都会立刻跑到这个投影机上面 这个我们在行政院就是开 跨部会议的时候非常好用 因为我们在跨部会议的时候 只要长官跟署官一起来 署官是永远不会举手的 就会传那个纸条给长官 那但是长官不一定知道他要讲什么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很多就是第一线的这种知识啊 比较不容易在那个会议上出现 那但是每次我只要开了slido之后 就会出现很多很厉害的匿名人士 一直提醒我们各种讨论上面的不足 那反正大家所有的署官都按滑手机 也没有人知道是哪一个人 那就可以很有效的去 就是在那个会议上面 达到集思广义的这个作用 我觉得前排还是太亮了 对不起 可不可以前排还是暗一点点 就是让对比比较清楚一点 对 好 那我们连一下这边的网络 可以啊 这样是非常好 这样非常好 您这边有一个Wi-Fi吗 我要连来 PPI 好 好 接受许 那这个我终于都连上了 好 那所以我们看到说 这个之前有看到 有朋友有提午安 那就是可以试着按赞 就是你如果也想要讲午安的话 你就不用再重新问一次午安 你只要按个赞就可以了 就是说在你的手机上面 每一个问题旁边 都有一个大拇指的那个图形 你只要按一下大拇指的图形 对 就一位朋友按了午安赞 午安就往上扶了起来 然后现在午安就有两个人 想要讲午安了 然后那最新的问题 就类似临时动议之类的吧 可以跑到最底下 所以有的时候像有些人说 这个冷气太冷啊 或者外面这个灯光太亮啊 或者是说我讲话离麦克风太远 这个声音糊在一起啊 什么之类啊 就很适合就是用这个临时动议 就是最新问题的那一区来使用 因为它就不会干扰到 大家最按赞最多的 就是最想听的那个主题 但它可以及时的提醒 这个在台上的人啊 有位朋友问说 为什么还是会出现提问者的名字 他比方说叶淑文老师 这个对对 主要原因是因为他自己把名字key进去 对对 不过是确实是您嘛 对不是您左右的朋友 这个自己冒名顶替啊 OK对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确定谁是谁 所以有些人就会就是很乖的把自己的真实名字key进去 有些人就会取一些昵称啦 那有些人就是会觉得说 那我只只好比方说我是说哪个部会的 但是不说这个我的名字 那绝大部分人大部分还是匿名啊 但是愿意具名是非常好啊 所以就表示大家随时可以就是直接举手发问 或者是就是即使有什么想讲的 其实我也不是说只能用slider 这主要是给大家一个体验而已 所以如果随时就是中间大家还想要问什么 还想听什么 那没有在slider上 或者是说觉得说slider的那个就是文字 就是太短了 没有办法表现大家这个全部的想法的话 那这样子还是很欢迎就是直接举手发问 我们这边反正有第二个无限脉毛 我们也可以立刻就就是进入互相这个讨论这个状态 好 那所以刚刚花了十分钟 好吧 花了十分钟 这个来把slider这个就是form这个方式去跟大家分享 主要原因是想要告诉大家说 我们在做数位转型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inclusion 就是共融 我们在会议上面 当然就是长官在的时候 曙光很难发言 或者是说在开一个公厅会的时候 通常后排的人即使举手 主席看不到 或者是说在做一个focus group的时候 如果你选择在台北那么住在离高铁站远的地方的人 他就很难真的来这个focus group 等等这些状况大概都是让共融这件事情会打折扣的 那共融如果打了折扣的话 就算其他数位置里做得再好 那很容易就会变成说 那个没有被含融到的人就会说 当时这是关于我的决定 我没有参与 那所以就会开始来质疑这一个process 这整套事情的正当性 那所以我们在一开始就讲清楚说 大家有带手机的 那可以扫QR Code 扫不到QR Code的可以去建入这个网址 这两个都不行的朋友也可以举手发问 或者请左林右舍帮忙建入等等 虽然一开始很花时间 但是是很重要 因为这个就表示说 好比像我们这一场其实没有直播嘛 那但是假设有直播的话 那么看直播的朋友会觉得说 他参与权跟在场的人相差并没有多少 因为他有什么想法 也可以在社会方面提出来 在场的朋友如果喜欢的话 也可以按赞 那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 通常对现场的朋友来讲 尤其一个很大的教师 因为我常常去大学演讲 就是真的现在的这个大学生 如果就是你没收他的手机 他是绝对是就不来你这堂课了 但是如果你让他有他的手机的话 那大概上课上到第可能30 40分钟的时候 他就会冲动 就一定要找个什么东西按赞 如果他没有办法拿出手机 稍微滑一下找个东西按赞 可能手还会抖 就会有那个阶段症状 那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很容易 就是他找个什么东西按赞之后 他注意力就被抢走了 那这个东西是会传染的 就是你如果看到旁边的人 都在滑手机的话 那你也会跟着滑手机 然后对这个教师来讲 就是他就必须要跟学生的手机 去抢注意力 那这几乎是不可能赢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我们为什么一开始 就是希望所有的朋友都扫QR Code 就是因为说这样等于就把各位的手机 都这个征收过来了 不是真的征收 可能只有区断征收 就是你的手机的一个画面 就是变成slido的画面 所以如果就是学生有想要按赞的冲动的时候 他按slido的赞就可以满足 他如果有想要这个随便留个什么言的冲动的话 slido就可以满足 就是说把本来是有点像antisocial 就是他越留言越反社会 因为跟怕旁边人都没有关系的事情 变成prosocial 就是说他越留言越让旁边人觉得他滑手机 是为了要增进这个课堂的这个inclusion 增加他的共荣性 因为我没有特别什么要讲的 是靠大家想要听什么我才讲什么 所以大家猛滑手机的结果 就是我们多了很多东西可以讲 那像这样子的做法 其实是我们叫crowdsourced agenda setting 就是让大众来一起设定 我们要讨论什么东西的那个议程 那这样子的事情只要他很荣幸足够 其实常常都会确保说 大家的注意力会在这件事情上 因为就算你对目前的主题就是午安 没有什么兴趣 你对下一个主题 那关于这个数位政策的推行 有没有社会 考虑到老年化的社会的需求 以三倍劝为力 是一定是可能有兴趣的嘛 那所以如果你觉得 别人的问题 其实不怎么样 那你也不会像一般的留言板那样子 你可以去回复他 去这个所谓这个就是脸书嘛 大家都知道上面主要是打脸 很少打书 对那样子的情况 对但是在slido这个空间是没有办法打脸啊 因为第一个你连是谁都不知道 那第二个是说他根本没有回复按钮 你就可以按 所以如果你觉得上面留言不尽你意的话 那最简单的方法其实是提一个更有趣的东西嘛 让大家看到因为会出现最新问题这一边 让大家按赞之后就浮上去啊 好所以这个感谢这一位朋友说午安 然后我们刚刚这个临时动议为什么还会出现 提问者名字我们已经把它这个解决了 所以我们目前 好就目前有三个题目 OK那第一个题目 确实就是以三倍券为例子 三倍券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三倍券我们当时接到 这个就是总体经济的这个目的的时候 就是郭敏欣老师 设计出来这样一套系统的时候 大家可能知道最早最早它是叫酷梦券 那在酷梦券那个时代 经济部的设计 是它完全就是用电子支付 就是电池电票跟信用卡最多 才能够来使用 那就是有名的所谓刷三千零两千的这件事情 那刷三千零两千是非常容易解释 就是你只要愿意出门消费 不是在家里这个买宅配 只要愿意出门消费 买到三千块 那你就可以到你附近的某个提款机 提两千块的现金出来 然后这两千块现金 爱做什么做什么 当然也可以再把它花掉 那这个其实是非常容易解释 而且它的效益非常容易计算的一个设计 那但是呢 为什么当时没有用这样的方法 就是立刻就先走了 先推行了呢 就是因为说 有一些朋友们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不管是信用卡也好 或者是电视电票也好 这些它都依赖它那个商家 有一个post机嘛 就是它能够感应到你的手机 感应到你的票证 或者感应到你的信用卡 信用卡可能感应不到 刷到你的信用卡 或感应到你的信用卡 但是呢如果没有一个post机的这个商家的话 其实它就完全没有办法去接受 这一些的数位三倍券 所以到最后就会变成这个振兴的这一部分 它等于是没有参与到 但是呢我们就看了一个总经济数据 告诉我们说 其实在这一波里面 我们知道电商它的成长 是逆势成长嘛 就是在整个疫情的期间里面 差不多就是零售啊 这个面对面的这个 就是减了多少生意 电商就增加了多少生意 是完全替代的 那而且呢在零售里面呢 又有一个segment 就是大卖场啊 或者是连锁商店啊 或者加勒服这些 也逆势成长 而他们逆势成长的程度 差不多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些 小摊商那些没有post机的人 下跌了这个幅度 也就是说大家可能因为觉得说 那我就不要去人群群聚的地方 或是去夜市去摊饭 去这些地方 那大家都虽然稍微贵一点 但是还是在附近的大卖场去买 所以就变成是说 我们推出这个数位三倍券 虽然是鼓励大家出门消费 但就会变成是振兴到 其实不是很需要振兴的人 然后最需要振兴的人 反而没有办法振兴到 那当然在一般政策形成的时候呢 下一个回应就应该是一个诱因机制啊 你应该想尽办法 让这些没有装post机的人 给他两个月啊 三个月啊 让他都能够去装post机嘛 而且有时现在有mpost啊 mpost就是他自己的手机 只要装适合的软体 就可以直接当那个post机使用 他根本不用特别再去买机器 这不是很棒吗 一点都不棒啊 我们去跟这些摊商 跟那些朋友们讨论之后 后来就发现说 他们不装post机 并不是因为他们不会用 他们都会用 他们不装的真正原因是因为 就是他们并不是很想缴税 他们真的就告诉我们说 这个他们觉得说 只要一装了post机 就会被查税哦 然后我们就试图解释说 营业税是按照你营业的 那个楼地板面积啊 什么之类 跟你的那个交易量 事实上没有关系嘛 而且你用post机 接了这些东西之后 那我们也查不到你其他现金交易的部分 其实是查不到的 那不过呢 事实上对大部分的朋友来讲 就是他其实并不是很相信这道说法 他觉得他手机上面装了政府的软体 政府就可以 就是你知道 就是知道他手机上一切的行为 那所以我想这个也是 一个心理上面的一个 对数位的接受 以及相信的一个程度 所以从他们角度来看 除非是这个政府完全管不到 而且他们也知道政府管不到的 好比像说 他如果有一台iPhone 那上面的那个就是iMessage FaceTime什么之类的 他也有听说嘛 这个FBI要求他们给出密码 他们都说我们没有密码可以给 这个听起来就很安全 那所以他们就会去使用 那但是如果是政府要求他们装一个 什么impose啊 什么数位三倍券啊 什么之类的 其实接受度并不高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发现说 真的真的推不太进去 推不太下去 那所以怎么办呢 当然就只能用等同现金的 就是资本券 那当时呢 在资本券设计的时候 确实各位可能有看到新闻 台湾人权促进会 他说 我们在超商不是发那个资本券吗 他们主张说 这个台湾的很多超商 后面都有一个柜台后面的摄影机 来做人流辨识 人流计算 那他们主张说 这个东西 其实它解析度已经很高 能够辨识到特定人 就是做人类的那个脸孔辨识 那这样子的辨识呢 如果再加上这个柜台的柜员 在交付三倍券 给对方的时候 稍微把这个三倍券 往上这样拿一下 他们的主张就是说 这个呢就可以把这个脸 跟这几张券的序号 加以这个识别并且记录 那记录之后呢 这个理论上啊 他就可以会去找到那个摊商 因为摊商最后 还是会去自制会嘛 自制会还是会去兑现嘛 所以理论上 你在这个过程里面 可以还原到 谁消费到这个特定人 就是那个摊商 最不希望的就是那个 消费足迹被发现啊 等等的查税啊 等等这种事情 理论上在纸本券里面 好像也可能发现 那这个跟提款机 是不一样的情况 因为提款机在吐钞的时候 它完全是隐蔽起来的 就是除了你自己之外 没有人看得到 那个提款机给你的 现钞的序号 那所以 他们就主张说 其实这个情况下 就是对碳商 说不定也没有什么保障啊 消费者可能 还是会被这个 track等等 那所以我后来就 很感谢他们嘛 我们在那部会议的时候 本来是 一叠是透明的 这样子放起来 然后有个塑胶套 把它包着 那我一看到这个新闻 我就跟秘书长说 我们应该来设计一个信封啊 然后用信封 去把那个券号遮住 然后只留出 一个小的开口 然后让大家看得到 里面有几张 但是每一张的序号 都看不到 摄影机也看不到 电源也看不到 那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还是可以用超商 来发送这本券 但是呢 就不会有这个 tracking的这个疑虑 那后来台区会也觉得 这样是OK的 我有跟台区会朋友们分享 那但是呢 这个就产生了一个 类似蝴蝶效应的东西 就是那个信封太漂亮了 那个信封真的蛮漂亮的 就一种喜气洋洋 大家都在庆祝的这种感觉 而且就是里面的 所有的这些券 都算你全部都花完了 那你最后还是 留有一个信封 可以做纪念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对同一个人来讲 就是刷三千零两千 跟拿一千换三圈里面 其实就不是只是 钱的这个多寡 钱的两边都是赚两千块 是一样的 但是在右边的这边 它还多一个 很漂亮的信封 还有一个可以用来 就是夹着放口罩 那个塑胶夹 所以意思就是 看起来物超所值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就在第一天就发现 越来越多人往这边偏 然后呢 我就那时候就紧急 就是我们那个 电子组有开会 我说我们要赶快 把它平衡回来 平衡回来有什么办法呢 我就想一个办法说 你如果是数位绑定 绑定你的信用卡 你的手机的行动支付 或是绑定你的 一友卡 一卡通等等票证的话 我们就给你一个 镭射的防卫的 三倍券的贴纸 然后呢 每个贴纸可能颜色还不一样 你可以去什么 收集什么之类的 那那个贴纸做什么呢 就是让你能够贴在 你的信用卡背面 或者你的一友卡背面 或你的手机背面 来表示你是支持 数位绑定三倍券 那店家看到这个贴纸 就可以给你优惠 然后呢 而且你刷了三千 拿到两千之后 也是觉得有一个东西 还是可以分享嘛 还是可以去 有点像现在有人 在收集那个 各种颜色的口罩一样 就是还是有一个 社会化的行动 可以去做 那应该可以平衡掉 这个信封 那后来他们去 讨论了一个礼拜 回来告诉我说 因为这边的那个 预算已经超值了 他们去那个 印中央印制场 印这些信封 这些东西 已经超值了 他们已经没有多的预算 来印这个贴纸 那后来我们就只好算了 那算了的结果 就是大家都去拿这个 但不过我还是用 邮局金融卡了 我自己是绑定 数位三倍券 所以对老年化设备的需求 其实我们在台湾 一直做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要确保 是科技 数位科技 来配合大家的需求 而不是我们是 要求大家来适应科技 在刚刚听的 每一个决策里面 我们都是说 我们做数位服务的时候 我们优先照顾那些 不来用我们服务的 而不是优先照顾那些 来用我们服务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其实有一部分也是因为 我们三倍券的这套系统 是从口罩的系统改的 那口罩实名制的时候 可能大家一开始也知道 就是超商跟药局 都可以卖口罩的阶段 我们叫做 内部叫0.0的那个阶段 只持续了三天 就是所谓口罩之乱的那三天 那三天 你在Seven可以买三片口罩 但是同一个店员 不会再卖给你三片口罩 可是旁边全家 不会知道Seven卖给你过 所以全家又会再卖给你 三片口罩 然后你就再去OK 再去莱尔夫啊 一个人就瞬间就可以扫掉 十二片口罩 那去城市啊什么的 当时都有卖嘛 那所以 我们当时其实就已经讨论过 有点像三倍券的 这个解决方案 就是说我们势必要确保说 一个人他不能买了一次之后 又跑去隔壁的一家 不同的连锁朝商 再去买一次 那要怎么解决呢 当然就是透过电池电票啊 你只要告诉每一个 这个就是商家说 当你在买口罩的时候 你必须只能用 记名悠悠卡 或者行动支付 或者是就是好比像说 像信用卡 感应式信用卡 现在全家可以嘛 Saven某个品牌的也可以 的话总之记名啦 只要你愿意 就是买口罩 那他就只能用记名的方法买 那只要用记名的方法买 我们根本不需要去传送个资 我们就只需要 大家约定有一个杂凑值 然后透过一个杂凑值的方法 你就可以知道说 每一个人在哪些地方 就是买过口罩的时候 他这个杂凑过的这个ID 不能够再买一次 但是对每一个就是 电价而已 他不会因为这样 就知道你的真名 总是有一套设计方法 那但是当我们都设计完 然后之后这个 当时我就去跟 陈其曼 现在市长了 市长当选人 当时这个副院长 讲这件事情 然后那后来他就说 不能这样 那为什么不能这样 就是因为 有一位工位的一个学者 好像一个博士后 一位研究员 他已经计算出来说 口罩要真的能够防疫 必须要到75%的人戴上 才开始有用 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到七成的话 那就跟没有戴口罩是一样的 等于是只是 大家戴安心的而已 那所以呢 我们就去盘点了一下 就是真的能够去便利商店 然后使用电子电票 买口罩的人数 是没有七成五的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 虽然这些人可能 可以多买一些口罩 如果我们一开始 就是透过电子电票 但是结果就是 我们没有办法达到防疫的目的 那但是健保卡 是大家都有的 所以在地的社区钥匙呢 也是大家所相信的 所以这个时候钥匙 它的那个卫教功能 就非常有用 所以我们后来就忍痛 就是这一段就不做了 我们就去用这个健保卡 然后用类似慢性处方签 那样子的方式 然后请钥匙来做 这个口罩的 就是发送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发现说 真的一下就到七成 甚至最后到七成五 那但是就是有一群人 他其实主要是在新竹 或者是双北 就是工作时间非常长 就是很爆肝的这群人 他们下班的时候呢 所有钥匙都已经下班了 那而且呢 这些人很爆肝的 另外一个原因 也是因为他是自己住啊 他没有跟家人一起住 或者跟他一起住的 都是同样爆肝的一些人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就是他们 就是没有办法说 把健保卡交给他信任的人 然后请他白天帮忙去排队 买口罩 所以就是这样一些人 他怎么样都拿不到口罩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再反过头来 那时候已经经过一个月了 到了三月初嘛 来照顾这些朋友的需求 说好那你现在就可以用APP 来就是预购嘛 预购到旁边的便利商店 那后来又发现说 这样子到了九成 可是最后还是有 就是可能一成的人 没有办法拿到 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呢 那就是长辈 有些长辈他是没有 就是smartphone 他没有任何Android 或iOS的手机 那或者是有 但是他可能只会用里面的 一些很特定的功能 好比像说LINE啦 那其他的就是 对他来讲是很困难 没有办法去使用 那又或者是说是移工 有些移工就是他是有手机 但是他的那个sim卡 不是他自己的名字 是预付卡之类的 那他就没有办法用 健保块筒去做认证 那专门针对这两组朋友 后来我们又设计了新的流程 就是他可以去便利商店 然后请一个很友善的柜员 帮他把健保卡 就是放在那个kiosk 柜员机 等于比照我们 缴地下税的那个流程 然后在那边去 但是当然他就不能挑 他要订到哪里 只能订到同一个地方 就是所谓的口罩3.0 那这个时候 最后我们就超过9成5的 就是禁用的程度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想长辈们的需求 不是靠大家帮长辈们代言 而是我们当时 就是真的用focus group的方法 去访谈长辈 甚至我的阿嬷 是这个87岁的 这个也被我找来 当作我们的这个 使用者体验的那个设计师 那然后后来他说 他实际去跑那个体验呢 他觉得有点累 应该给年轻人来 他就介绍了一位年轻的朋友 就是77岁哦 一位两奶奶 从他87岁看起来 77岁是年轻人嘛 所以后来77岁这位洋奶奶 就变成我们主要的 这个使用者体验的 这个设计的就是顾问 那我们每次设计一个新的流程 他真的会给出 非常巨细迷的建议 他比方说 我们最早有一个想法是说 那你就不需要用现金付款 你其实是去提款机 那提款机 你用你的邮局的金融卡 可以同时做身份认证 跟付款 就不需要在贵远机 用健保卡做认证 然后去柜台用现金付款 理论上可以再减少 可能10秒钟的时间 因为当时我们都很不想排队 那但是杨奶奶奶就告诉我们说 其实对他那个年纪的朋友来讲 只要想到ATM就想到诈骗 因为那个 首先ATM上就贴了一大堆 关于诈骗的东西 然后而且你只要 就是一输入ATM的卡片 马上他就会跳出 这个可能会有诈骗的警告 其实因为我们这个防诈骗 做的实在太好了 所以他想到ATM就想到165 就是反正乘骗的专线 所以这个时候对他来讲 在ATM做身份认证 他总是有一种 就是那会不会我就 钱就被骗走了的那个感觉 所以后来我们这整个流程里面 就变成以现金为主 就是尽量跟他在药局排队 因为他没有那个时间去排队 但是他有朋友会去排队 我们尽量让他 那个流程变成完全一样 就是他也可以用现金结账 那这个情况下 很多长辈他心里 就变成比较可以接受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 就是三倍券 跟口罩实名制的一些例子了 大概都可以说明说 我们是不是靠谁来代言 而是靠这些朋友们自己来讲 那自己来讲的时候 我们每一步 其实都是信任在地的服务者 好比像说钥匙 好比像说超商店员 那在这个信任过程里面 其实钥匙们都会填 那个口罩地图上面的一个feedback 来告诉我们说 他们有哪些这个 就是很不爽的地方 好比像说他们发个这个号码牌 然后口罩地图上面的存量 就会跟实际的状况不一样 然后他们就会有 就是接电话接到手软啊 等等 那这些情况下 我们都把这些钥匙们的意见 实际在每个礼拜四 当时都会退出成新版的功能 好比像说他的营业时间 按一个键消失在地图上 怎么等等啊 那这些部分 大概都是跟钥匙一起做出来 所以当我们发三倍券的时候 因为我们三倍券的邮局地图 就是当年的邮局地图 是完全一样的API 我们就是改一个参数而已 那所以在第一天的时候 邮局也发生了 几乎钥匙发生的事情 他们也都发生过 那但是我们隔天 就去邮局开了一场会 发现说只要把钥匙那边 想出来的解决方案 在邮局这边重现 其实隔天之后 他们就地图的同步啊什么 完全都没有再发生问题 所以等于是说 这边花两个月的 那个升据教训 这边花两天就可以 把它学过来 然后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想另外一个重点是说 我们这边做的事情 不要白做 就是我们这一套系统 当然现在已经非常稳定了 那口罩地图 因为现在药局也不太有在排队 虽然最近又有稍微排一些 那但是在我们这边 三位券的时候 虽然是一个完全不同部会 就是一边是机关术健保署 一边是经济部的事情 但是因为我们一开始 这边都是开门造局嘛 就是完全靠钥匙的力量 然后用开放的方式 来构筑这一套系统 所以我们这边呢 就可以出类旁通 就直接就可以学习到 有两位朋友们问说 那在数位时代啊 对于司法有怎么样子的一个期待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司法当然这个司的那个法 一般是大家可能最熟悉的 就是组织法作用法等等啊 那但是呢 我们的期待是说 这个司法的法啊 可能还要包含演算法 那就是说 因为现在在很多例子上面 都有演算法凌驾作用法的情况发生 那好比像说 在我们最长局的例子就是 就是所谓恶假害的那个假讯息危害的管理嘛 假讯息危害 其实这个形状跟我们之前的那个 垃圾诈骗电子邮件 其实是非常像的 其实这两个有很多就是交集之处 那这些事情其实 在我们在司法的角度去想 怎么管垃圾 不是 我们在台湾根本没有垃圾邮件管理的法律啊 就是我们在司法 在立法这边 其实完全从来就没有去处理 就是垃圾邮件这件事情 那但是在当时 就是我还记得 可能2000年初的时候吧 有一个叫比尔盖茨的朋友 他说这个 他觉得每一封email在寄出去的时候 都一定要贴邮票 就说要付钱了 那如果不贴邮票的话呢 他觉得email很快就会 没有人使用了 这个email就烂掉了这样子 那不过到我们今天 email还是大家都常用嘛 而且也没有贴邮票啊 所以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让比尔盖茨的预言没有成真呢 显然不是立法嘛 因为我们也没有立法 那所以发生的事情就是说 在演算法治理的这个群体里面 大家发现说 虽然email是确实就是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 是看不到人民的email 在一般情况之下 那所以人民都不是很想要收到垃圾邮件 所以他们后来就想出一个方法 就是说确保说每一个 就是邮件的这个 软体的制作商 都有一个 检举垃圾邮件 这样子的一个按钮 所以每一个人在收到每封信的时候 它是有点像守望相助 就是你可以按那个检举为垃圾诈骗邮件的那个按钮 然后呢你就把它提到 就是好像不是警局也不是法院 而是提到一个叫Spam House 的这样子一个国际的组织 那只要有足够多人提 某一篇垃圾邮件到这个组织 那这个组织就会进行审理 那它审理的方式呢 就是去看这个邮件寄过来的这个路径 然后去确保说就是这些路径所来的这个来源 它是一个就是 它真的是它自己所宣称的那一个网狱 那如果不是的话呢 那就要惩罚它 那惩罚它的方式就是去说 只要是这个来源或这个主机 或这个网狱等等的话 那之后呢 它再进入就是每个人的邮箱的时候 就不能再进入收件侠 就只能再进入叫做垃圾邮件的那个资料夹 所以它理论上也不是take down 因为那个邮件还是有寄到嘛 那但是它事实上是 就是采取一个 我们叫做就是 就是那叫什么 co-gov 就是每一个送信的人 每一个接到信的人 每一个做邮件的就是提供商 服务供应者等等 都在这里面可以稍微未必自打分数 然后这个未必自打分数的结果 到最后出现就是所谓的演算法治理的 这样子一套系统 那spamhouse呢 就用公开的方式 确保这个是所有人都可以看到 而且如果他不小心判断错的话 那有一个救济的方法等等 那所以到最后就是现在 我们其实每天打开email 大概都不太有再看到什么诈骗垃圾邮件了 比较常看到的可能是我们资安处的那个 社交工程测试邮件了 那anyway 那总之 但在这个情况下 这个乍看之下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的国际的演算法治理的社群 在完全不需要通过法律的情况下 就完成了对于垃圾邮件的管制 那但是呢 当同一件事情在就是 假训起危害防治的时候出现的时候呢 就开始出现了一些争议 那这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很主要的争议 就是political speech 就是其实现在在美国 因为他们快要选举了 这个是他们最红的话题之一 就是说一个候选人在他 就是提出他的证件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去讲一些跟事实不符的话的权利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政治问题 那但是呢 在就是大的平台来看 其实只要有足够多人检举 那他们现在的做法 就是说去交给专业的新闻记者嘛 那像在台湾 我们有一群专业的新闻学的老师 组成了台湾视察和中心 那当然还有Michael Penn啊等等 这些都是在国际上面 是一个叫做International Fact Check Network 就是国际视察和网络的成员 那所以只要在这个网络的成员 去帮助就是任何的社交网络 它可以是LINE 可以是Facebook 可以是YouTube Twitter 任何地方 只要有足够多的人的检举 那这些就是看起来好像是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的东西 就会跑到这个视察和网络去 那这个视察和网络就会尽可能去找 就是第三方可验证的方法 去判断说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而它如果是假的的话 那它就会去公开说这是一个不实讯息 然后以Facebook来当例子的话 就是你在这个河道 在墙面上面会看到这个的几率 就会减低 那就好像跑到垃圾邮件的资料夹一样 而当它看到说 那这件事情如果是好比像说 就是还有争议的 那至少就是有争议的部分是什么 它也会冒在 就是你在分享前 它会就是稍微提醒你一下 那但是这件事情呢 跟Facebook本身的business model呢 是有一点点净合关系 因为以Hotmail或者是Gmail或什么其他的邮件商来讲 你付钱是买它的储存空间 但是别人不能够去买什么挂号信 就是我不能付一个钱给Gmail或者是给这个Hotmail 然后说我寄给你的信 我就要保证不会跑到垃圾邮件资料夹 而且一定要跑到最重要的那个部分 他们没有这个business model 所以事实上他们加入spamhouse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它是自立跟利益 它是完全一致 它是不冲突的 但是Facebook也好 Twitter也好 都有一个你只要付他钱 那那个广告讯息就会冒在最上面 的这个business model 所以当他跟IFCN合作 去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尤其是在选举的时候 那就会有一个后门 就是说如果你是用一个一般的方式po出来 会被事实查核 而且会被压到大家都看不到 但是只要你愿意付Facebook很多钱 用广告的方式 你就可以冒到头版 那这个底下这个事实查核机制 好像跟你就一点关系没有 那这个时候它等于同时在做两个生意 而这两个生意是互相竞争的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产生 它这个治理者到底就是中不中立 是不是你知道付给它足够多的钱 这个网络演算法治理 是变成可以用钱买的 那这个时候 尤其它是没有办法 是上诉的嘛 所以这时候就出现就是access to justice 就是我到底要怎么样救济 难道我唯一救济的方法 就是付Facebook很多钱吗 对对 这好像不能叫救济 好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就产生就是正义上的一个困难 那所以我们当时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 是采取一个就是norm first的一个方式 这个是 等我一下 norm first的一个方式 那这个方式简单来讲就是先确保说我们对某一些特定的 好比像说campaign donation 就是就是我们对每一个候选人他在竞选期间到底从谁收了钱 然后花在什么东西身上 那这个我们大概在201617左右有一个norm change 就是本来是我们就是五院之一的监察院嘛 专门负责在确保这件事情的真实性 那而且呢就是他会把他的统计报告公布在网路上 但他不会把就是raw data 就是每一笔到底是谁 什么时候捐给了谁 以及每一笔他花给谁的这个raw data 公布在网路上 但按照政府资讯公开法 你还是要让人民有知的权利嘛 所以监察院在最早的时候也主张说 人民有知的权利啊 你可以来监察院 然后呢我们就会开给你看 就是用纸本的方式 你可以翻阅 那翻阅那到底能不能吸出呢 不能吸出 但是可以印印 那印印呢上面就会有浮水印 说这是这个监察院是什么时候印给你的 那但是呢就是对人民来讲 其实他就没有办法用这个去做系统性的检查 而且这个时效也太慢了 因为对大部分的人来讲 并不是就是过目不忘 或者是甚至就是 盈印的那个时候 就是一整张A4带出来 你要光是要把它再重新数位化 就是要花非常久的时间 所以之前就是1617的时候 G0V就是临时政府的这个社群 就发起了一个类似公民不服从的一个行动 就是号召几千个人 一起去看从监察院盈印出来的 立委选举的政治现金的所有的记录 然后呢透过程式的方式 把它切成一小格一小格 那每一个只有一个数字 或者是一个公司名称 那每一个人只需要帮忙把一格的数字 或公司名称打字变成数位化就可以了 那所以呢这个就是叫做群众协力的一个模式 那在这个模式之下 确实很快72小时 一场选举的所有的这些数字跟文字 就变成了数位化的档案 可以做出像这样子的一种分析 那当时监察院就很着急 监察院就说这个你们主张说这个每一个格子都有三个人看过 至少两个人都同意 他这个数字是对的 但是你没有办法就是百分百确定啊 说不定多一个零啊 少一个零啊 资料未必正确啊 你用这个来就是做出新闻报道啊 做出什么东西 其实就是好像是有很大的问题吧 有很大的疑虑吧等等啊 那所以呢 那个GDV就写了一个回应稿 当时还是我写的 我就说 大致的意思就是说呢 那监察院如果觉得我们的数字不对 你就自己公布啊 你公布的就是对的啊 所以当时确实是很有说服力 所以就是后来就改了政治现金法 那所以到就是18年的那次选举 就是应该是监察院第一次 他有一个专属的网站 然后就每一笔的就是收支啊 什么都有公开嘛 那所以才会出现像这个 我不是有去上博恩夜夜秀吗 在这边也揭露一下 我没有付他钱 他没有付我钱啊 对 但是之所以我有这个话题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主笔揭露 现在就是真的是可以用任何目的去使用啊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他们快就发现说 因为有监察院这个新的norm出现 所以我们就至少有两件事情嘛 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常规 第一个常规就是说 你可以付钱没有问题 可以捐钱做政治现金等等 但是呢你要逐笔的对所有人揭露 不是只对监察委员揭露这一件事 那第二个政治现金法里面 本来就有约束说 如果你是这个管辖领域之外的人 那你本来就不应该来管我们的选举 就是不应该去接受 就是其他的管辖领域的政治现金 那其实这两个我想是非常明确的norm了 那所以呢到18年的时候 因为监察院有公布 而Facebook都没有公布 那所以那个买榜的情况啊 事实上是非常严重 而我们看18年监察院出来的那个数据 就会发现说 在Facebook登广告这件事情 很少有候选人把它申报为 政治现金的收入或支出 就是你既不会特别捐给人说 我要帮你买Facebook广告 他在真的买Facebook广告的时候 也不会把它当作是一个 就是campaign donation的支出 那而且呢我们就是透过Facebook的 这个公开的报表等等 知道说在那一段时间 在PRC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管辖领域里面 有很多这个广告的投放 那但是呢 因为它不需要揭露 它投放到哪里嘛 那所以我们也只知道说 台湾人多看到很多广告 PRC多丢了很多广告 但是Facebook在PRC没有营业 那所以这个广告到底跑到哪里去 没有人知道 那所以这个时候 就是你可以透过买榜来干扰 就是对于二甲亥的不实讯息防治的这件事情 那这个很明显就是Facebook的问题 因为我们有一个社会常规 那他们有一个生意 那这个生意跟他们自己所说的 就是他们参加的网络员森法治理 显然是就是有就是对冲的这个关系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去跟他们谈判 然后就说那就是你只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说就是你就比照我们监察院的 这样子一种开放的方式 任何人只要下政治广告 那你就必须公布啊 而且就是只有本国人可以公布嘛 那不然的话那你也可以选择说 在我们的竞选期间 你就不要让任何人可以下政治 下政治广告给台湾看到 这样子也可以啦 那所以他们有这两个选择 那所以也不是只对他们 同时也对Google啊 这个Yahoo啊 PTT啊等等 我们都是有用同样的方法谈 那但是因为我们没有任何法律 在这边支撑喔 所以我们说这个你们有两个选择 但是他们如果都不选的话 其实我们不能拿他们怎么样 对 然后那所以呢 那那那那所以事实上 他们也有人问说 那那如果我们都不选嘛 那那怎么样 就只是我们是可能是坏人嘛 昧着良心做生意嘛 但是除了道德谴责之外 你们可以做什么 那我就没有啊 其实我们可以发动抵制嘛 因为在台湾这个 如果有一个很明确的社会常规 然后有这个黑心的商人赚了黑心钱的话 那事实上 就是抵制谁谁倒啊 这个是台湾的一个特色 所以就好像这个对于可能食品安全的 就是焦虑以及关注一样啊 我们对于在网络上面 精神食品安全 精神量食安全的关注跟焦虑 也是很大的啊 说不定真的抵制啊 说不定真的倒 那但是总之 在完全没有法律的这个帮助之下 最后他们是同意了嘛 所以在2020年的选举里面 就没有候选人 就是采用这种 我们叫dark pattern 就是专门去给特定的族群 一些虚假的讯息 让他们会不去投票 或者不相信投票制度 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去干扰 这个选举本身的公正性 而且他们也再也没有去收 就是其他的国外的朋友们 就是往台湾这边去 就是做广告的投访 还有一些啦 就是中间有经过一些白手套 那但是这个部分 后来有另外一步法处理了 anyway 在我的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我们在行政院 我们是不会说 我们要做administrative take down 不会做像新加坡那种事情 就是说只要任何这个内阁官员 他比方说我啦 看任何讯息不满意 就可以要求他一定要更正 或者一定要下架 我们是当然不做这种事情 这个是完全在司法的状态去做的 那但是就是司法中这个状态 比起就是竞选的这个时候 来讲当然是有一点缓不济及 所以后来我们就采用了 就是类似就是垃圾诈骗邮件 这样子的方法来处理它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也真的就处理了非常多的 实质的这些案子 好比像说什么 香港暴徒的酬劳铺 杀金最高给2000万 这是事实上的一个 台湾市场合中心当时 侦测到就是在台湾 非常流行的一个 social media上面的一个campaign 那它是这样子一个照片 然后这个照片是真正的 路透社的照片 然后它本来给的那个讯息 是非常就是中性的 就是说有一个少年示威者 要求香港进行民主跟政治改革 但在台湾的social media上面的 那个版本完全不是这样 它是说三万 这是一个13岁小暴徒 参加几次暴乱活动中的守得酬劳 这些钱帮助他换了新款iPhone手机 然后什么他正在找他弟弟一起做 之类就是同样的一个图啦 但是图文不符 就是他们去 就是换了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label 那其实很多就是像 这是我去CSIS的简报 那美国很多朋友就会问说 你看到这个还不会考虑把它下架吗 那我的意思都是说 没有要下架就是治标不治本啊 事实上你是剥夺社会一个学习的机会嘛 所以我们要求的一项都是充分揭露 所以当时就是在Facebook啊 或者是Line啊 其实后来透过像趋势科技的那个 就是防诈打人啊等等 他们就都采新了什么呢 就是notice and public notice 就是我们只要确定说从IFCN的角度来看 这个事情是真的是就是有问题的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这个广告商 不是广告商 就第一个贴这个讯息的朋友 就是中共中央政法委的长安健 他是一个微博账号 就是中央政法委的官方微博账号 那后来就是这些新闻工作者们去找到说 到底是谁 第一个改头换面 然后加了这样子一个coption 那就是中央政法委 那所以后来我们就确保说 他不管在Facebook或者其他地方 只要流传的时候 旁边就出现一个那个中央政法委 独家赞助 不是独家赞助 意思就是说 这个东西并不是 并不是一个媒体报道 这个东西是中央政法委的一个 二次创作 而且可能没有那个付授权费 对那anyway 所以就是说 那这个后来我们就发现 其实是真的很有用 因为对大部分的朋友来讲 不是说你不让他看到 而是说他看到的时候 了解到说 这个是中央政法委独家赞助 那这样的话他就知道说 第一个 这未必是真的 那第二个是说 那确实是就是有一些这个朋友 这个北京的朋友们 试着这个想要让台湾 就是对香港的这些示威者 有这个比较负面的想法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横平的一个报道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也看到说 对于竞选制度本身 也有很多这样子的事情出现 那好比像说 第270个视察和报告是说 网传 蔡英文大胜是因为源头性的大作票 那所谓的源头性的意思是CIL 每次都是CIL 提供了两种特殊的隐形墨水 所以你如果盖给这个 就是别的候选员的话 那你盖下去那个 那个印会消失 然后你不管盖哪里 这个蔡英文那边的那个印都会浮起来 那所以如果你真的盖给蔡英文的话 就是理论上会有一个忽命忽单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所以你盖的那个位置慢慢消失 他盖的那个位置慢慢浮起来 这个他们下的重本 就是当时有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不实的讯息 那还有另外一个那个断章曲的影片 唱票唱到4号的那个影片之类 那但是呢 这个要怎么解决呢 除了事实察和之外 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各个主要政党其实都有听他们的YouTuber 那当时呢 我们也是邀请这些YouTuber 直接到我们的开票所 那台湾的开票 真是有别于各国 就是我们是每一张唱的时候 是给每一个角度 就是你爱拍就拍 爱录影就录影 那甚至还有人把它变成 就是类似网红的节目 然后他们自己都会有一个APP 自己在那边计票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就是有一张那个票 它真的就是墨水那个忽明忽现 基本上不可能就是顿逃于 大家的这个忠目睽睽之下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选举过程 是靠这种很彻底的透明 来就是确保说 大家都能够相信这件事情 其实在我看来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投票 很难变成电子投票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采取这种方式 它达到那个透明性 它的accountability 给得出交代能力 真的是太高了 非常非常高 很难去想象说 有一个电子的投票状况 能够有这么高的开票的时候的 就是accountability 这么高的就是可问责性 所以这个情况下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local optimum 就是说我们用这种方式 虽然这个真的很花时间 而且上次还绑公投的时候 选务人员都苦不堪言 可能还要工作到半夜 那但是就是确实它真的没有什么 在我以我理解更好的数位的方法 来取代这件事情 它的可可责性 所以我会觉得说 就在以上这些例子里面 就是我们都用了一些数位的方式 一些演算法治理的方式 也尽可能去邀 所有的线上的数位的平台 来进入这个共同规则的一些设定 但当这个东西 跟它的就是核心的生意的模型 它的营业模型 真的是有所冲突的时候 那是不是需要有他律的这个机制 好比像说儿少法里面 那个iWin的那个机制呢 那这个就是 我觉得法律开始可以去想的事情 就是当我们有一个明确的社会常规 这个常规跟市场互动 互动可能产生一些冲突 但是我们已经写了一些程式 来想要解决这些冲突的时候 怎么样让这样子的一种 演算法治理的架构 第一个对于新兴的事情 它可以就是可预测的发生 那第二个是说 当它可预测发生之后 有没有哪些东西 还是公部门应该做的 还是应该是公权力的一部分 那这个东西 可以在法律的这个层级 去加以确保 我觉得这个是 就是让演算法不会莫名其妙 每一次都凌驾作用法的一个 思考的角度吧 也跟大家分享 好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休息十分钟 那在这十分钟里面 随时欢迎继续提问题 谢谢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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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想要 感谢观看 可以直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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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长辈 那这些长辈 就是很愿意去教其他的长辈 所以到最后 就算这些朋友们 都没有智慧型手机 但是他们去超商 插肩膀卡 预定口罩 固定每两个礼拜去一次 到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习惯 然后他们也不会觉得说 会被诈骗啊 或怎么样 他们觉得对这个流程 非常的有信心 那我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我们在那个故宫的时候 我们有帮过故宫去做一个 他们入场的那个规划 然后呢 其实呢 对很多长辈来讲 就是在高铁也好 捷运也好 或什么 就是感应一下悠悠卡 然后入场 这个是一个非常 就是简单的一个程序 而且这个程序 理论上不需要有人教啦 那但是呢 他们就发现说 就算他们有设置了 这样子的感应室闸门口 很多的长辈 还是宁可 就是在那边排队购票 然后拿那个纸本的票 然后大排长龙 没有那是疫情以前 现在Google没有大排长龙 当年大排长龙的情况下 就是他们很纳闷 就是为什么明明可以 就是票证入场 他们或QR Code入场 为什么还有这个长辈 想要在那边排队 难道长辈喜欢排队吗 应该不是这样子吧 对 那所以这个一直是一个谜 那所以后来呢 这个我们就去做了 这个就是service design 就是服务设计的一个study 那我们真的去问这些长辈 然后到最后呢 就被我们发现到说 其实他们并不是喜欢排队 他们是喜欢那张票 因为他会留下票根 然后那个票根上面有印得很清楚 是故宫博物院 而且有当期展览的那个画 他回去之后 他要夹在日记里面 他要在餐桌上面拿出来 跟他的家人分享 这是他的一个 社交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他如果没有这张票根 他好像没有来过故宫 所以这件事情对他来讲的 这个就是纪念的意义 就是就像刚刚那个三倍券的信封 跟我们最后没有印的那个贴纸一样 我觉得我如果印了贴纸的话 应该多三百万人来用 因为店家就可以专门对那个贴纸 就是physical的贴纸去给优惠 所以同样道理 如果你是刷QR Code 或刷票证入场 你就没有票根嘛 那最多只有一个那个感热纸 对不对 就好像你在那个便利商店 如果你用行动支付 他会给你一张感热纸 那这张感热纸呢 不但会褪色 而且看起来只有双色印刷 反正丑丑的 总是跟故宫是完全不匹配的东西 所以就是长辈都不要 然后他们就宁可去要这样子的纸 那所以当我们理解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要怎么规划流程 就变得非常简单 就是说 如果你是用票证 QR Code 等等的感应的入场的话 那么我们就不是给你一张 丑丑的感热纸 而是你可以在进场之后 去柜台 用那张丑丑的感热纸 去兑换一张纪念的票根 然后这张纪念票根 也可以烫金 甚至还可以这个应当期的展览 甚至你最喜欢哪个展览 你还可以做选择客制化 跟那个一般的纸本票不一样 而且呢上面还有QR Code 你最喜欢哪个展品 我印他的QR Code给你 回去你交给你的家人 他用手机一扫 就那个展品就跑到动物森友会 那个小岛上面 不顾框真的有这个服务 这不是乱讲 对 那所以就是说 它可以变成全客制化 那这件事情呢 你就不需要觉得 那个感热纸是一个累赘 那个感热纸是让你兑换 更漂亮的票根 的这个一个方法 这个我们实际上在协作会上面 这个就是育拟的 这样子一个 两个新的流程 一跑 所有长辈都跑来这边 感应入场 所以意思就是说 并不是长辈喜欢排队 也不是说 真的不会用智慧型手机 那至少他有敬劳卡嘛 而是说 他就是需要有一个 有社交功能的 这样子一张纸 那我们要做数位化 并不是五纸化 我们做数位化 只是做流程改造 让大家不用排队而已 我们的目的 真的不是节省纸张 因为后来发现 那张纸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这准事是说 那张纸要比 一般的票根 更活灵活现 这个时候长辈 就会很愿意 那故宫因为现在 已经很顺利去招标了 所以我可以讲这个故事 所以这个大概 就是克服方法 就是同样的 不是我们坐在办公室 去想长辈怎么样 而是说真的去问他们 这种情况会不会比较好 把他们邀进来 一起设计 这样 那有一个朋友们 想要问说 可不可以请政委 帮大家简单的介绍 这次口罩政策 结合各式APP的政策过程 以及这个政策 对大众沟通的经验 我刚刚大概已经讲了 123.0的一个过程 那但是 我在这里面 还是想要 这个比较强调一点 就是我们这整套东西 其实都不是我的主意 大家如果看到这个 网络上面 讲了很多什么 我做口罩地图 什么之类 那实在是 我也应该要来 做一下fact checking 就是说 从头到尾 这整套都 都不是我想的 对那最早最早 就是有一个 口罩地图的时候 是有一个叫做 吴展伟的朋友 那这个其实我每一次 跟新闻记者讲的时候 都会特别强调他 但是他 就是有的时候 就是编辑就会又 把它剪掉 变成唐凤等人 那但是anyway 就是说 他最开始的 那一个界面 我现在怎么 一下子找不到 就是在刚才 那个简报里面 对 就是刚才CSIS 那个界面 这里 对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 就是因为 在当时我们在 台湾视察和中心 也有看到 另外一个 这个假讯息 那这个应该 算是诈骗了吧 就是说 只要留言加分享 厂商就可以赞助 你2000箱的口罩 留言分享的人 就会免费 能够收得到一盒 你只要留下 你的联络资讯 跟你的email 什么东西 他就会记一盒口罩 台湾视察和中心的 记者真的去留言了 也真的去分享了 结果他收到的是 那个病毒信件 所以他不但有口罩 而且还会在 自然上面造成破口 那所以真的是 蛮恶意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在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看到 这件事情 然后想说 要怎么解决的时候 我就在那个 G0V的聊天室里面 看到吴占伟 就是Howard 上来说 他前两天 做的这个口罩地图 是让大家 自己在超商 去回报说 哪个超商还有 哪个超商已经卖完了 或者去城市 哪一间药妆店 还有哪一间药妆店 卖完了 为什么他做这个呢 是因为他的 那个line群组里面 他的亲朋好友都在说 这边还有 这边卖完了 这边还有 这边卖完了 不声其扰 就是他没有办法 真的好好工作 就是会一直 叮叮叮这样子 跳出来 因为那几天 口罩之乱 还真的是这样 而且他会看到很多 包含这样子的 一些不实讯息 还有另外一个讯息 是说 这个怎么排队都没有用 因为凌晨三点进货 到四点的时候就有人骑车 摩托车全部扫完了 你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总之 就是在当时这个 人员的信任 这个掉到了最低 那所以 这个时候他就想说 那不如我就来做一个地图 那这个地图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 在上面回报 那回报的话 立刻你就可以 透过颜色代码来看到 哪些地方还有 而哪些地方没有 那当然这样子的一个界面 它是完全靠 大家自愿的来使用 那所以呢 这个很多记者就帮助他嘛 就是让他这个 在全国性的媒体上面 都有出现 那出现的时候 大家就去用 那用了之后 他就去吃个午餐 然后回来 他就欠了Google 六十万元 因为他这个用的是 Google的地图的界面 每次使用都是要付钱的 那对 他本来去吃午餐前 看那个使用费是六万元 因为当时还没有上五间新闻 他想说六万元 我这个咬个牙 应该可以撑得过去 他吃午餐 回来变六十万元了 然后他后来就说 他反而心情处之泰然 因为反正还不出来 后来他就把网站收起来 然后收起来之后 就跑到Glain V的频道上面问说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 让我可以省点钱 我需要再用这么贵的地图 可以用免费的地图之类的 那内政部嘛 可能有他的地图 OpenStreet Map 有很多不是Google地图的地图 好 但是在这个时候 他来求救的时候 刚好我也看到 刚刚的这个不实讯息 所以知道说这是 就是现在整个社会 都想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所以当时呢 我就拿了他的这个作品 然后我就跑去 就是苏仁昌院长 开的那个会议 口罩会议上面 每个礼拜都有口罩会议 然后呢 我就说 我们与其自己闭门造局 自己弄一个 就是让大家知道 哪里有卖口罩 怎么分配口罩等等 我们不如直接 去把吴占伟的这个界面 然后我们用国家力量 来支持他 因为他是靠人民自己回报 但是理论上 我们如果是刷健保卡的话 或者是当时还有另外一案 就是说他是那个 就是电池电票 不管我们是在哪一案 我们都可以 及时产生数据 给吴占伟 让他去划出来 而且这样子的话 他如果要用地图 用什么东西 我们可以去跟Google谈判 那我们跟Google谈判 还蛮有底气的 因为我们内政部 有一个地图 所以如果他不用 就是Google如果不免了 他的债 真正如同他免了 我们的债 一样的话 那我们这个地图 就可以当Google的备源 那所以Google就 没有办法达到广告了 那所以我觉得 我有跟Google谈判了 这个就是Betna 我的这个资料谈判 策略是蛮好的 那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院长一看 就马上看懂 他就说 这个上面就 有点像是导航系统 因为他有用过导航系统 这个红色的呢 虽然是比较近 但是会塞车 所以你就不要去 绿色的虽然比较远 但是不塞车 所以你就应该要去 这个理解蛮好的 所以后来 我跟健保署沟通 都用院长的这个比喻 那后来健保署就完全同意 然后他们就 当天就说 好那我会释出open data 然后给吴展伟来运用 那所以这个过程 我跟国外的朋友 分享的时候 对吧 它叫做reverse procurement 就是反向采购 我们在公部门里面 传统上 就是我们的资讯人员 在规划的时候 是先跟业务人员沟通 了解到需求 写出一个spec来 然后去问厂商 有没有办法 去完成这些spec 这是一个标准的采购流程 因为采购法等等的关系 总之它就是要走一段时间 几个礼拜啊 或甚至几个月啊 都是很常见的 那但是 这种情况是刚好相反 就是社会部门 就是吴展伟 这些社群朋友 自己已经做出一套 整个社会都觉得 很好的东西 而且经济部门 就是Google 当时已经发现了 他们内部也在讨论 要不要免了他债等等 那所以 就是说 经济部门跟社会部门 已经达成共识了 而公部门要做的事情呢 只是提供他们正确的资料 跟一个.gov.tw的 网易名称而已 其实他们也没有 要别的东西 那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 是最小的 而且这没有土力的问题 因为我们 透过开放资料 公开出来的这些 存量的资料 也不是只有吴展伟可以用啊 事实上 当时在那个slack上面 就是我在那边回他的时候 忽然间 冒出一个叫Frank的 没有人认识的人 然后他说 我们也想要用这个资料 这个只有吴展伟可以用吗 我们可不可以接啊 我们说你是做什么 他说 我们做一个line的机器人 好那可以啊 当然可以用 那结果他还比吴展伟先写完 那然后上线的就是 疾管家团队 叫Deep Q的部门 是一群非常年轻的朋友 那疾管家也是 本来好像没有几个人听过 可能几十万人安装吧 在他们推出口罩地图功能之后 瞬间就变成 好像200万还是300万人 那非常多人在那边运用疾管家 因为很多长辈 他手机是有的啊 但是上面只有line啊 要他去开吴展伟的地图 他可能觉得 这个画面很麻烦嘛 那但是加个疾管家 然后稍微这个 每天在那边接收 指挥中心的狗狗图片啊 那么他是觉得很高兴的 就那个总裁的图片 他是觉得很高兴的 而且呢 我们发现总裁 真的对老人家很好 就是我们会一直在 这个老人家的群组里面 看到他们在那边分享啊 说什么户外 什么要保持两只狗狗的距离啊 室内要三只狗狗的距离啊 那什么早早安土啊 早安第五轮缴费开始 千万别忘记缴费哦 那为什么要戴口罩 是因为防疫期间 严禁持守守啊 要这个肥皂请洗手 戴个口罩 你就不会没有洗手 就碰自己的嘴巴 什么之类 而且就是就是 不但老少嫌疑 而且他也会讲英文啊 所以还可以去给一些 移工朋友啊 等等这些参考 那所以就是说 因为疾管家跟那个 卫福部配合的很好 他们有事没事就有这种 就是很 老少嫌疑的图片 那所以他一下子就达到 非常高的这个穿透力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我们这个 reverse procurement 我们公开出来这个 即时的数据 大家要的只是那个 更新的频率减低 这个是其实传统上 政府资讯公开法的想法 就监察院那一派的想法 跟我们新的这种 reverse procurement open data的想法 最大一个差别 就是政府资讯公开法的概念 是说政府有一些东西 要主动公开 有些东西你被动 问了之后你得公开 等等 但中间就是要主动 要怎么样 每笔资料公开 是有人看过的 所以他的更新频率呢 大概是以周为周期 以月为周期 有些以年为周期 如果以天为周期 表示首长 非常重视这件事情 就是每一天都有人看 看过之后再也再出去 就是比较像是 统计报表这样子 但是呢 我们在open data这边 社群当时反向采购 给我们的需求是 他们希望 每三分钟就要公开 那当时就是 后来我们去跟健保署协调 到最后他们每30秒 就公开一次 那每30秒 公开到底跟每天公开 有什么差别呢 每天公开的时候 叫open data 开放资料 每30秒公开的时候 叫做open API API就是直接电脑 读了就可以显示 中间不再经过人 就是我刷一张健保卡 然后扣掉 应该现在是9个 9个仓储 所以就是我是成人 那这个58 理论上就是 我刷了健保卡之后 它应该要变成49 对 那这件事情 就是这个扣的动作 我们如果是在 一天公开的时候 你绝对不会看到 58或49这个数字 你就会看到 他每天加了多少 以及每天减了多少 它是一个完全统计的 但是因为是每30秒公开 所以在排队的时候 每一个排队 我前面的人跟后面的人 就是什么 参与式验证的这个伙伴 就是排我前面的人 他刷了卡之后 我会赶快refresh这个地图 我会很期待看到这个58 到我的时候 就变成49 如果我过了两三分钟 它还没有变49 或甚至它变成69 那我当场就打1922 我现在马上就是说 这里面有舞弊的行为 钥匙按杠 什么东西 对 那但是呢 就是如果排队每一个人 都可以去验算说 前面的人 真的他就是买了这么多酒片 或者小孩的话 10片嘛 196会变186嘛 那大家对于就是钥匙的这个信任 对于这套系统的信任 钥匙对于每个人 有好好排队的信任 大家对于健保署 有验证健保卡的信任 等于是每一秒都在增加 因为这个东西 是大家看得到的 但是如果你是每天公开 就是要有人看到的话 那大家对于指挥中心的信任 当然本来就还不错 但是也不会再增加了 而且如果中间有发生问题 发生问题的话 那全部都是健保署的责任 所以可以说是OpenAPI 就是这种即时的更新 它乍看之下 它是没有经过人的验算 但是反而是真的分散风险 而且增加信任的方法 如果是一定要有一个人 去验算的话 有任何问题 就是那个人的问题 那但事实上 一个人怎么可能管得到 6000家药局的排队的状况 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们透过这样子的 分散式架构 确保说大家都省了时间 降低了风险 而且增加信任 那这个才是OpenAPI 这个政策 就是不是只是OpenData 而是即时更新 也没有人看过 直接一收集 就公开的OpenData 的这样的政策 真正的一个目的 希望有一点帮助 好 那有一位朋友想要问说 那可不可以谈一下 数位时代的一个人才管理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我们在数位时代的时候 我们看到就是 绝大部分的 现在有一个词叫做斜杠 就是说 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可以用两个 以上不同的学门 或者不同的专场的角度 去看他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 我的办公室 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办公室 在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在古利尔就是这些 斜杠的这个人才 这是我办公室 它是 就是仁爱路 三段99号 当初我在 入阁的时候 三个条件之一 就是我在任何地方 上班都算上班 那后来他们就 找到了那个 人事行政局 当时有个函 说任何的公务员 他的工作 只要跟网路有关系的话 他就不受工作时间 跟地点的限制 还好有那个函 那不过敢用 那个函的人不多 anyway 所以这个就是 变成我的工作条件 就是我在那里 上班都很上班 那当然这个 当时媒体就 就是都报道成 在家上班嘛 然后呢 这个还去做了 一个民调啊 发现有这个 六成多七成的朋友 支持我 那还不错 那但是呢 现在当然 因为疫情的关系 应该已经九成多了 好 那但是呢 在这种远居商店的时候 其实我并不是在家嘛 我很少在家 我就是巡回全台湾 甚至是巡回全世界 当然最近不能巡回全世界 巡回全台湾 在各个不同地方工作 但是这个地方 确实就是我 上班的时候 是走路上班 我从新西大楼走到这边 大概是15分钟左右 下班也是走路下班 那这边的特色 就是它本来是空军总部 有很多围墙什么的 就见过它是旁边 但现在 我们把围墙都拆掉 所以任何领域的人 都可以直接进来 而且根本不用 这个视线注册 他就可以直接看到我 然后就是 只要我看起来 有点有空 他就可以拉着我讲话 那他也可以去 预定我礼拜三的时间 就可以讲40分钟的话 那任何人都是来者不去 那我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说 来的不是收钱 大家已经纳过税了 而是说 就是我们讲的 所有的内容 都必须要公开 那公开 他可以选录影 有些人 有叫倡议的东西的时候 通常就会录影 那或者是说 也可以做逐字记录 那大家就是编辑 十天改错字 什么之后再公开 所以意思就是说 这个跟跨领域的关系是什么 就是同一个问题 你就看到有很多不同角度的人 一起来想这个问题 然后每个人的角度都不一样 所以我担任政委以来 这四年 我已经就是开过 1396场这种会议或会面 包含我在院内主持的会议 那已经跟5616个人讲过 28万30508句话 那所以 058句话 对 那而且这些就是 包含我的内部的讨论 也是这样子 所以像我一开始 就是有参加 我10月1号上任嘛 16年 那10月14号 就去参加那个 电子竞技未来产业方向与归的工厅会 那接下来我就开始盘点 社会企业行动方案啊 然后开始延商 电竞的这个辅导事项啊等等 电竞这件事情 就是非常斜杠 非常跨领域的事情 在这个工厅会里面 当然有很多很多委员啊 这个李延秀委员 保清委员 考路医用巴西大 委员 吴志阳 吕森林等等委员们 那他们都有他们的想法 但是对我来讲最有价值的 就是这边有很多的国首 就是他们实际上就是 曾经代表台湾 然后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什么兵役 学籍 签证 什么之类之类 总之就是 一个三不管地带啦 那所以呢 当时呢 我就 就是开了这个协调会 据说这 十年 就是2006到2016 行政院已经有 不止一位政委 甚至有过一位院长 开过完全同一个题目 的同一个方向 的协调会 然后三个部会来 讲的事情都完全一样 那然后就是 都没有任何进度 那但是并不是什么 我协调能力很强 并不是这样 而是说我一开始就说 我主持的会议 当时我的工作条件就是 就是要主持都公开啦 那所以大家如果要讲什么的话 是不是对我讲啊 是对广大的这个民众 广大的公民来讲 那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不是一般的 记录的做法 这个就比较像司法体系的那种 记录的做法 就是整个都是 就是主持的记录啦 然后在这个主持的记录的过程里面 就是会后大家还可以补充嘛 国教书 教育部文化部等等都可以补充 那我也没有才是啊 我从来不做什么才是 我都是感谢而已啊 就是说感谢在这个会议里面 他们有一些东西亮绿灯 有些东西亮红灯 有些东西是显然还是主要的征典 我只做这个 然后我就把它公布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电竞这件事情在当时 三个不同的专长 有三个完全不同的看法 好比讲说对于负责培育体育人才的 这个教育部体育署而言 电竞根本就没有动到全身的肌肉 根本就不属于他们管 他们用一个很有创意的讲法说 现在很多小学在这个上课之前 都有一小时要做早操 难道他们坐在电脑荧幕前面打电竞 就完成了这一小时的早操吗 这个成和体统等等 所以他认为说 这应该是属于一种表演活动嘛 所以应该是文化 文化工作啊 应该文化部来管 那文化部的朋友的主张是说 我们文化讲的是传统文化嘛 琴棋书画啊 什么之类的啊 那所以就是如果电竞有这个 不要一百年了 五十年的传统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可以来找我们 那我们可以帮忙弄一个什么 这个什么非物质遗产 什么东西的 对那就是精神文化遗产 什么东西 对那但是就是他现在连一代人 都还没有啊 根本只有什么十年二十年的历史啊 这样子就要叫做传统文化 这个似有为何之处 那所以这个应该是经济部的事情 感觉上就是那一种 电子商务的一种形态而已 好那经济部的朋友们就说 应该是工业局 他们就说如果你们说 你们要培养电竞人才啊 是把它当做运动员的话 这个球场是我们管的没有错 就是那个主机板啦 什么这个篮筐是我们管的没有错 网路线啦 是我们管人才 从来没有听说工业局 在管什么运动选手的 好那所以这个不是啦 这还是应该是就是体育 体育署的事情 那对那总之就是三个部会 对于这件事情 它就是有三种完全不同的理解 这三个部会也不是没有 他们的法定指示 但是从他们的法定指示来看 电竞就是真正的一个 三不管地带 所以当时就是 我就是我真的没有才是什么 我就是很具体的 把这个这些活手的问题 拿来问这三个部会 这三个部会当然各自有各自的立场 然后我就把它公布在网路上面 然后公布在网路上面之后呢 这个当然网友就群情大华 然后就有非常多这个 就是让人就是不是很舒服的留言 但是呢这些留言呢 虽然我都看过 但是我绝对不会回复 我只回复有建设性的部分 然后呢事实上呢 这个有一个专门的讲法 叫专业的五楼 就是说当你贴出这样子一篇文章的时候 在网路上的一些讨论区 像PTT啊 雅虎电竞啊 巴哈姆特什么 LL版啊 什么Mobile01啊 什么之类 就会开始有人留一些很不理性的一些东西 那但是呢 这些人都没有看过整篇文章 他就是带风向啦 就是看了之后就回 那但是呢 通常到第五个留言的时候呢 就会出现真正专业的高手 指出这个问题里面真正的征点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第一个可以真的看完的 然后留言的 他可以看这么快 表示是这个领域的专家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我会固定的把PTT里面 或者是刚刚讲Mobile01这些里面 就是专业的五楼 然后带到这个会议里面 所以呢 我在第二场会议的时候呢 我就说 好 你看第一次数字稿的时候 这个民间的反应也相当好 为什么相当好呢 因为我把人身攻击也都已经拿掉了 然后我把真正有意义的这个建议 再带到会议里面来 然后呢 我就说 有一位朋友 他主张说围棋是一种电竞 然后呢 这个我说 这是在讲什么 对 然后我就说 因为这位朋友的想法是说 现在围棋比赛 绝大部分都是在网路上面发生 而且呢 电脑也吓得比人类 确实是这样 然后呢 等等啊 因为当时阿发购出来 所以呢 因为这样的关系 选手的培训啊 什么什么 全部都是在电脑前面 所以围棋就是一种电子竞技 那然后文化部呢 本来对于围棋选手 就已经有替代艺啊 专班啊 等等的这样子一种 辅导的方法 所以呢 电竞的朋友们认为说 这个好像是 就是照顾一种电竞 而忽略到其他的电竞 那所以如果他们要 专门照顾围棋 这种电竞的话 是不是可以说 到底他是以什么样子的标准 在照顾这种电竞 别的电竞 是不是只要是回合制的 或者是说 只要用黑色跟白色的棋子 就可以照顾得到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有创意的一个见解 那所以呢 因为网友会一直出现 这种创意的见解 那所以文化部那个主命 没有他真的会下围棋 之前有下过围棋 他忽然就是发现 对好像也可以这样讲 然后也有一位朋友 这个主张说 他虽然不是体育 但他是智力运动 体育署有补助桥牌队 之类之类 那所以他补助桥牌队 他说是一种智力运动 而且是竞技型智力运动 那所以是不是说 只要是这个方形的牌 就可以呢 还是怎么样 之类 那所以就是在这个 专业的五楼们 纷纷提出专业的意见之后 我们的专业的公务员 也非常聪明 所以到最后其实 他们都都就是 真的做出很好的一些想法 就是说 那我们就来改变这个 电竞这件事情的定性 我们就直接不要再说 它是一种体育了 因为体育是没有 没有人同意的一个见解 我们可以把它说 智力成分 大于体育成分的前提下 我们三个部会都认定 他是记忆的文化表演者 就一个最大的帽子 那在这样定性的情况下 就是那教育部的资源 也可以用 文化部的资源可以用 经济部的资源也可以用 因为本来对于记忆表演 经济部也有补助计划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就不是三不管了 三个都可以管 而且每一个都不会 就是管超过它 本来的这个部分 那所以其实就是 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在做的事情 就是一个斜杠的一个动作 就是一个跨文化的处理 就是说同样一件事情 你这样子看 觉得不是这个 他这样看觉得不是这个 但是虽然立场不同 一定有一些共同的价值 那所以好比像说 我们要鼓励文化表演 这个真的是太大一顶帽子 没有人会反对文化表演 我们要鼓励这个年轻人 找寻他能够这个 学习到素养的一些记忆 没有人能够反对这种东西 对 那所以就透过这样子 就是公开的来来回会 那因为不会有人 在这种有足自高的 去公开的情况下去诋毁别人 所以等于每个人 都只能加上去 没有人会把它剪掉 因为不然的话 是这个公开出来 是非常不好看 所以这个情况 其实这样来回 大概只有四次 这样的讨论 到最后我们就同意说 他是记忆文化表演者 所以纳入运动产业 也没有问题 后来修法也没有问题 服替代也没有问题 专门课程也没有问题 什么都没有问题了 对 所以就是说在这里面 真的是跟刚刚的那个 口罩地图一样 就是那真的不是我的主意 我只是开门造句 就是把我们正在做的一个 怎么样拼都拼不起来 一辆车的那个蓝图 去公开给广大的网友看 然后它里面 人身攻击的部分 我忽略掉它 它里面这个 没有建设性的部分 我不带到会议里来 但是只要有人提出了 一个新的见解 新的想法 它看起来真的可以 照顾到共同价值 那我就待会会议里面分享 然后我们专业的公务同仁 到最后都会想出一些 非常好的一些叙述方法 记忆文化表演者等等 去把这些网友价值 这个证明 那当他们找到之后 Cred不是我的 是这些专业的公务员的 所以这个网友就会开始说 原来公务员会为我们着想 这个公务员也下过危机 什么之类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说不是好像政务官 挡在这个事务官 跟广大人民中间 而是说人民里面 有兴趣来看这个政策的 事务官里面 有这个兴趣去调整 他的政策的 我只是营造一个 让他们彼此看到 彼此肯定的这个空间 然后把这些负面的东西 都把它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不要浪费掉大家注意的 有点像是 跑垃圾邮件资料夹那样 然后这样子 一瞬间就协调完成了 所以大概就是说 不管你从哪一个角度出发 我觉得跨领域 跨文化 跨世代 沟通的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我的管理的方法 也很简单嘛 就是开门造局 那你行你来 大概就是这样的 管理的方式 有一位朋友们问说 没有门 有一位朋友问说 推展数位化政策 要如何解决 使用者对于各自的安全 以及对于资安的疑虑 非常好的问题 确实就是每一个技术 它对使用者来讲 它都是要么是 以它的最佳利益而服务 或者是以别人的 最佳利益服务 好比像说 为什么我现在像刚刚 我解锁这台iPad 它是用人脸辨识 人脸辨识理论上 不是最容易 abuse的一种技术吗 那但是 为什么我愿意 让这个iPad拍我的脸 那就是因为说 我足够了解 并且信任说 它这台机器里面 没有别人的脸 它只有我的脸 对 那也就是说 因为苹果在一开始 设定这台iPad的时候 它很明确跟你讲说 这个东西 它不会上传 或者分享给任何人 它就是专门给 这台机器 辨识你的脸来使用 而且它也不会 把这个 就是它收集到的资讯 用任何别的方法 去转化成 它的商业利益 它比方说 卖精准的广告 什么之类的 那为什么我相信它 是因为 苹果不做广告生意 就是这不是 它的business model 它本来就是 卖这台iPad给我 然后最多 卖我储存空间的 那种生意而已 所以在它做 这种生意的时候 它的这个核心的 生意的模型 跟它就是 不要把我的这个照片 传送到任何的device 这个是一致的 那所以我也相信说 它讲的就是它讲的 那当然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就会觉得说 那我的这个人脸 给它辨识 也没有什么 那iPhone去收集指纹 也是一样的一个情况 那但是呢 只要是让人一觉得说 它开始有别的 营运的目的了 或者它开始有别的 不是完全为你好 而是为什么 别人好的价值 那瞬间这个资安的疑虑 大概就没有办法消除 因为你现在还没有 做这件事情 未来不保证 不会做这件事情 我们当时在2014年 就是在占领立法院的时候 就是有很多NGO 每一个讨论 服贸嫌疑的一部分 那我其中有 就是帮忙 就是直播转播的 其中一场 就是在讨论说 今天这个4G 因为当时4G 还没有真的盖起来 还在买零件的时候 当时4G 如果用了这个PRC 那边的一些元件的话 就算他现在的目的 真的只是想要赚你钱 但是你不知道未来 就是他的目的 是不是就是别的目的 那我们都知道 在他们那边 就是只要党愿意的话 就可以撤换任何的 他们的所谓私部门的干部 那所以这个时候 就是他现在的目的 跟你看起来是一致的 但是很难保证 未来的目的会不会一致的 所以除非你都不更新 不然以后每一次更新 就要再重新做一次情势评估 就是他到底 还是不是在 就是商场上做生意 还是突然间跑到战场上做生意了 那所以这个时候 当时我们在街上的共识 就是说 那我们做4G的时候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因为每次都要在验算 什么非常的花力气 也很花钱嘛 我们不如一开始就找说 就是某一些厂商 那些厂商 他们的政府 对他们有那么大的控制权 或他们的政府 也不会认为 就是台湾是不可分割的 深深的什么领土之类的 的这些vendor 那后来这个 当时的NCC也好 当时的国安会也好 还真的同意了 那后来才发现说 他们也有一些朋友 就是真的也在 站立的现场参与讨论 但是anyway 就是后来他们同意了嘛 那同意之后 就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 所以我们大概最晚到16年初 应该就所有的PRC component 都已经退场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 就是说 就算他们说 不需要有资安利率 但是我们有足够的理由 觉得他的value 跟我的value 不不align 就是他的最佳利益 跟我最佳利益 有一天 说不定会不同 那这个时候 当然这个疑虑 是没有办法消除的 所以唯一消除的方法 就是去找 那他的利益 跟我的利益 事实上是 没有什么根本冲突 的一些vendor 那这个是资安的部分 那个资的部分 其实我现在 常常就是分享 就是说 你只要不收集个资 你就没有 个资安全的问题 那在那个 十联制的时候 就是这个样子 其实十联制 就是防疫的过程里面 并没有任何 疫调的政党理由 说你一定要留下真实姓名 或者是留下你的身份证字号 那所以 每一次就是我看到 就是有人在搜集这些的时候 我都会说 没有 这有什么意义 因为疫调 他要的只是联络得到你 你要留一个email也好 留一只手机也好 他甚至当场送一封确认刑 或送一封简讯 这个都是非常合乎比例原则 因为如果发生事情 他一定要联络得到你 但是他知道你 就是出生年纪 姓名 身份证字号 到底跟他联络到你有什么关系 那显然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 但是如果你收集了这些 尤其如果用一些Google phone 第三方软体 尤其如果在收集的时候 还没有设定好分享权限 那这样子的话 别人填入了这些个子 一瞬间就 就跑到这个黑市上面贩卖了 事实上 发生过好几次 那所以就是十联制 没有做好到最后 就变成这样子 那所以我后来就是在 自然相关会议的时候 都跟同人说 就是真的就是 各自收集最小化原则 它不是只是保护使用者 它是保护你 因为各自保护最小化 搜集最小化之后 你就不会变成 骇客想要投的目标 如果他只有一些 联络得到的email的话 其实骇客不用来找你 email很多人都找得到的 对 那但是如果你开始收集 超乎必要性的 这些东西的时候 这个对骇客就很有价值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变成 就是自然攻击的这个目标 那这个自然攻击就会导致 这个各自的泄露 各自泄露之后 你的使用者就不相信你 所以正本轻衡的方法 就是你一开始就不应该 问这些东西 那所以这个真的是 我觉得蛮重要的 那当然即使问了这些东西 那好比像说 我们十联制 真的问了电话号码 现在大家也知道 什么四周之后 就碎纸机 会删除掉之类的 就是尽可能在 这个目的一消失 立刻就把它消掉 那就算你以后要做什么 统计资料 或什么应用等等 那你也可以透过我们叫PET 就是Privacy Enhancing Technology 就是增进隐私的各种技术 去确保说 那你存的是加密的一个副本 那没有这个解密 是没有办法解开的 甚至加密的副本 现在你也可以交给别人 去做运算 别人运算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里面任何内容 但它运算结果 你拿一个钥匙 还是可以把它打得开 等等 有一些新的一些技术 都可以做这些事情 那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说不要搜集 然后即使你必须要搜集 就是目的一刀 就把它删掉 那即使你想要存 也是存一份加密的副本 那在这个情况下 大概就很少有 这个各自跟资安的疑虑 可以去影响到你 如果能够贯彻这个部分的话 有位朋友问说 那对于司法的实物 有什么数位化的建议 这个呢 我们也来看一下 竹字稿里面 有没有什么相关的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司法 司法院咨询处来访 2017年3月14号 好 那 好 所以在2017年3月14号的时候呢 王金龙当时的处长 说这个有一个档案管理师是要点 说不能拆吗 没有 没有不能拆 是封卷的人表示 这个卷宗到这里 是有权制作的人到这个程度 那任何人如果能够 任意增删卷宗的话 有可能显示的事实 会受到他人的质疑 所以我们不敢去拆别人的卷 那所以会怎么样呢 就是送到二审法院的时候呢 我们虽然减送电子档 但是呢 事实上是以那一个纸本为准 所以有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电子档 它不具有就是跟纸本相同的效力 所以现在原则上是纸本券 电子只是合作 那所以呢 事实上你如果要有一个真正的呢 你还是要把纸本再扫描一次 所以以当时王金龙处长的讲法 就是说有些时候的刑案 如果有什么时效性的话 是这边刚印出来 然后扫一次 没有扫完 已经送到这边 送到这边之后还要扫一次 我还要把自己的券再借回来 然后再扫一次的这种 没有办法想象的这种情况 就是院检的这个纸本捐赠交换 那这个交换 后来我看了整个流程 发现说就是 为什么当时就是 有那么大的这个数位的 数位化的这个动力呢 原来是因为公共行政的替代 一定要退场了 那就是 就是你没有那个 就是免费的赶可以用 那所以呢 之后不管替代一在做什么事情 就是同仁要做了 同仁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 对那所以后来就发现说 不是每一个这个 就是院检每一集 都有那么多的预算了 来做这些事情 那所以当时甚至还有人提案说 那我们是不是要买 快速自动翻页的扫描机 之类的 那所以资本们嘛 提了很多的预算上来 那这个王先生的出场觉得 是一件就是 不是很正确的事情 他认为最正确的就是 可能当时好像新北有试办过 就是直接用电子券 跟电子券去交换 然后说那个电子券上面 因为你可以用数位签章嘛 那数据签章之后 它相当于就是资本签章 其实我们有电子签章法 理论上是本来都可以做的事情 那唯一的常译只是说 没有人来说 这个跟资本券一样好 所以我听了半天 之后 对 那我就这个 后来当时叶宁 就是我们办公室的一个参事 就说 那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像NCC当时的 应该是就是主委 施主委 他说 我们在开这个会议的时候 如果他桌上面 放任何纸本的东西 或者是纸本的公文 他一律当作他不存在 那他只有就是电子公文 他才批 只有电子的这个负档 他才使用 一瞬间这个NCC就达到 这个97%的公文电子化 不然的话 你的公文签不出去 对 那他当时应该是法制处处 对 那所以所有东西都要经手 那确实啊 因为我们常看到说 我们推这个所谓的 数位转型三步嘛 就是先电子化 再就是流程的优化 最佳化 然后电子化最佳化之后 才有创新课研 那但是为什么 有时候在数位化 就是电子化这边 就已经卡出了 就是因为长官自己不用 那长官不用的话 所有的署关都要做两份 那所有的署关都要做两份 而且电子那一份 还是仅供参考的话 那就会开始出现说 那他替代仪退场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买 高速自动翻线扫描机 对 那种事情 对 那所以当时就是 我就有一个 很明确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 没有啦 就是我就可以跟司法院的 这个高层 跟这个行政院的这个高层 就是部长跟院长 秘书长 然后讲说 其实按照电子签障法 就是电子券的交换 符合这些要点的时候 就跟纸本一样 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其实并没有任何东西 这是魔法所无之限制 没有人规定你要用纸本 那所以 确实他们就说 那就开始足迹事半 所以据说 现在好像已经到最高院 都已经能够用电子交换了 所以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 就是一开始看起来 只是省时间 尤其省 没有替代仪职 后省同仁的时间 那但是后来就发现 流程可以因为这样最佳化 本来要调券 本来要扫三次 本来律师必须要来 纸本所在的那个地方看 现在慢慢可以变成是 他可以在一个 比较安全连线里面 远距调券 我不知道这个 事实上做到什么程度 但在理论上 就当你电子话完了之后 那律师也可以是 one party 他不一定要到 纸本所在的这个地方 那然后再 接下来才会有 就是所谓的 数位创新出现 好比像说 司法院有提一个案子 到我们的总统 被黑客松说 我们现在有了这么多 这个公开的这些判决书啊 等等 那有一些是很需要 花费我们同仁的时间 不断跟媒体解释的 就是他们的例子叫做 不能安全驾驶罪 就是酒驾啦 那他们的同仁 好像要一直跟媒体解释 为什么外界认为 这个案子判这么轻 但事实上 行情就是这样子啊 事实上外界 我什么都没有问 为什么判这么重呢 现在哪里怪怪的 但因为 就是说 他们会很需要 这个重复解释 后来呢 他们就用了这些公开的 这个判决书等等 做了一个小帮手 就是任何人觉得 不能安全驾驶罪 判得太轻或太重 没有人觉得太重 太轻的话 那他可以自己去看 这个试算 那这个试算 就会自动用AI 用人工智慧的方式 去分析 跟他最像的一些判决 任何人都可以看到说 这个状况跟那个状况 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而且他会自动把 判刑的这些因素 全部挑出来 挑出来之后 就说行情就这样 这样这样 所以我在良心的时候 根本就只能选择 可能中间只有 两个月的差距而已 不可能判到 像外界所要的那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是蛮好 尤其当我们现在 就是国民法官的制度 慢慢要开始推行的时候 就是有越来越多 这种充分数位化过 然后又经过 AI转译的一些方式 让比较就是 机械化的一些判刑 好比像说 就是不能安全驾驶罪 那可以不用 需要花大家 那么多的时间去解释 甚至自己良心的时候 也可以参考 那但是呢 从司法院的角度来看 这个并不是说法官失业了 而是说他可以去到 真正需要调查 真正需要价值判断 真正需要去了解 这个前因后果的脉络 就让他主观的工作成就感 比较高的这些案子 最后就是有个朋友问说 那数位化的时代会影响年轻一代 最大的观念的改变是什么呢 那我自己觉得 这是完全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我们会从 就是传统上面 好像经济发展的价值 环境保护的价值 或者是科技创新的价值 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 这种好像比较联合的这个概念 变成一种比较融合的概念 就是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就是不管你是做经济的环境的 或者是社会的 其实中间都有一个数位的价值 把大家联系在一起 那这个就是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里面 17.18 就只要各个部门都把资料充分的 完整的公开 那这样跨部门的合作 17.17就可以产生 那里面我们大家只要秉持 开放式创新 就是17.6的这个目的的话 那就不会是 好像我们解决口罩的问题之后 这个三配圈又要重新再来 而是可以触雷旁通来解决 彼此的问题 所以我想我的工作 在新春院所谓Digital Minister 很多朋友问说 那这跟那个IT大臣 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日本那边有一个 类似跟我同名的动漫角色 现在是很红 但是就是说 其实我在做的不是IT 是数位 那但是数位跟IT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所以我常常就跟 这个日本的朋友 尤其最近常常分享这个 就是我的job description 就是我的工作内容 那才是这样子 他说 就是 就是我们看到物联网的时候 就是让智慧联网 我们看到虚拟实境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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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make it about human experience 就是全人类的共同的体验 When we hear the singularity is near 我们有时候听到有人说 科技的奇异点 马上就要来临了 那Let's remember the plurality is here 就是我们是一个 多元的共好的 这样子一个国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